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因為狀況是想地震完之後 就非常非常多學者專家都進入到分析 譬如說現在有說 日本氣象廳說 這次地震是在板塊擠壓地區 發生的逆斷層地震 而且這個逆斷層地震是什麼呢 根據研究指出 我們這個地區未來可能會發生 規模八等級的巨大地震 看到這新聞我真的頭都昏了 可是重點是又有老師說 這個地震的情形觸發到什麼 中央山脈斷層 一下子亞非斷層 什麼歐歐亞非斷層 什麼的我搞得頭都昏了 所以我想請問老師 到底 嚴老師到底我們現在 有的人說會有余震 五到六左右 有人說可能會有更大地震 甚至日本氣象廳說 可能會有八等級的地震 到底會不會有余震 這樣子 我想我用一系列的圖片 來編說明 回答主持人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先看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我就標兩個地震 一個是主震 規模七點二的 是 那麼主震發生大概十五點五公里的深度 就他一震了以後 花蓮本來就是比較破碎 所以他就在 剛剛講的大概八點十一分 其實剛剛這兩個時間就是康老師的那個新聞 第一次的時候房子倒了 傾斜 他為了要去救 寵物嘛 他回去的時候又遇到余震 八點十一分就余震 其實我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 不幸的事件裡面 我們得到很大的一個教訓 希望他是最後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在土耳其的地震 對 其實那天晚上地震之後 並沒有那麼大的傷亡 是第二天的地震 讓很多房子倒 然後造成嚴重的傷亡 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房子當有軍列或者傾斜的時候 一定要請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等等 鑑定以後 如剛剛講的 貼紅色的 你就不能進去 貼黃色的 可是剛剛講說 那會不會余震那麼多 其實花蓮跟台南非常不一樣 我想我們這個立委在這邊 花蓮的想救 我昨天在新聞當中 我就說 我們的消防人員真的非常偉大 因為花蓮 他的這個余震是一直來 你說第一時間 他們走進去是拿命在拚的 因為花蓮的地形比較破碎 他的余震會非常非常多 對 就像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我也提醒 其實這些消防人員 真的我們要對他 非常的表達敬意 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只要一震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原來的通道 他挖進去的洞會被堵住 會被堵住 或者是說他原來支撐會倒掉 對 那這個時候對他們來講 是很危險的 拿命在拚 是 所以我說這個 如果說 這種希望康老師這個事件 是最後一位 最後一件 最後一個 好 那麼這是我們剛剛講說 花蓮 其實花蓮非常的破碎 所以余震非常的多 好 那麼第二張我們再看 這個是中央信仰局還有這個台灣地震科研究所所看到的 對 這個地震發生是發生在花蓮這裡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為什麼一些災情就是在花蓮 還有在太魯閣 甚至清水隧道 之後 他把這個紅色的部分就到了桃園跟新竹 還有這個彰化跟雨林這一帶 為什麼那個剛剛講的 湖尾的糖廠 岩崇會倒塌 對 其實我們整個台灣 剛剛有人講說中央山脈斷層 或者是什麼 其實從台東到花蓮 一直到海恩山脈 一直到所謂的琉球島湖 琉球海溝 對 事實上是一連串的 是 沒有說你今天怎麼樣 今天怎麼樣都不是 OK 我們現在就重點來了 這個餘症 像昨天跟今天 事實上今天只有一個餘症 對 今天只有一個餘症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 餘症就是有一點像花蓮 我剛剛講很破碎 我們就想一個玻璃 他本來就有一些像蜘蛛網形 對 可是昨天七點 就有點像那個子彈 再補他一槍 能量很大 所以他整個就破碎了 對 所以他有些餘症比較淺 有些比較深 因此我們在看 應該是很快就要落幕了 因為他能量釋放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鬆一口氣了 稍微鬆一口氣一點點了 那麼這個剛剛講說 因為昨天還不準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很明顯觀察到 今天的頻率跟次數 還有能量釋放都下降了 所以今天可以稍微鬆一口氣了 那老師下次我們約好 你這句話先講好不好 我們不要講了快十分鐘 然後你有氣吊在這邊 很緊張 那我剛剛就回到剛剛主持人問 那會不會有規模八的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一九二零年 在花蓮外海有個這個 規模八的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構造來講 我們為什麼不講海溝型地震 然後呢 我們一直講隱墨型地震 因為這個地震啊 其實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如日本的分析結果 他是個逆斷層地 他是個逆斷層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花蓮 又向北引墨 對 又有向西擠壓 對 所以我們看起來 以這個地震的機制來看 他是屬於逆衝的斷裂 所以也就是說逆衝斷裂 他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我們待會可能討論 能量就是往什麼 往花蓮的西北邊送 西北邊送哪裡 就是我剛剛講 太魯閣嘛 然後到最後這個桃園新竹嘛 就是這個方向 其實各位放心 規模八的地震會有 但是他會 我的看法 以我的看法跟資料統計 會在東京一百二十三度以東 離我們還有段距離 因為我們這邊海溝 並不是那麼明顯 而且我們很多能量呢 是在擠壓過程當中破碎 然後把能量釋放 老師我們沒什麼概念 東京一百二十三度以東 距離台灣大概多少呢 如果說一百一度 差不多一百公里 所以我們如果以降算 在離花蓮 大概東邊大概一百五十公里 就是還是有一段距離 不要直接在台灣內部 好那接著另外一問 就是我剛剛一直很好奇 他說台灣是個地震頻繁的地方 他說那我買房子 要買到哪裡 結果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桃園是最安全的地方 問他說到底是誰講 看半天就是老師你說的 桃園真的是全台灣 不要講罪好不好 全台灣相對比較安全 就地震而言的地方嗎 的確這個話題是在二零一六 二零一八年的這個地震之後 網路大家在在討論嘛 那當然桃園的地質構造 他是一個鵝卵石 是一個沖溪 是一個叫做以前叫做桃園台地 他是古沖溪傘 所以他的地質就本來就比較穩固 比較穩固 再來又沒有斷層 然後自發性的地震 這五十年規模大於四的只有兩個 而且是在一分鐘之內發生的 所以桃園最安全 我想是毋庸置疑的 你自己在桃園上班 你就這樣講 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講 我也希望全台灣都安全 可是地質條件就是這樣子 對 那麼剛剛有講到說 剛剛講這個地震 剛好他能量釋放 因為是所謂的逆衝 對 所以逆衝他的這個力量 就是從西北東邊 東南往西北送 因此他的這個主要能量 就跨過中央上面 跑到桃園 新竹 還有我們看到的中和土城 中和土城是特殊關係 不是 就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這邊有個紅色的點 為什麼我們捷運會移位 然後這個土城有防止這個傾斜 還有我們再往北邊一點 或者到淡水那邊 有這個吊車掉下來 或者是 新工地的工具掉下來 那個游泳池的水溢出來 大概都在這個方向 是 所以我想這個除了 還好桃園比較安全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災情 是 我想這個是福地福人居 這個是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住桃園 不是會經過三峽 我報告一下本人災情 四月三號那天早上 我們那棟大樓是搖得蠻厲害的 是 我大概損失了十個很厲害的玻璃杯 是 然後我家的那個熱水器 水管爆裂 對 但是搶都沒有事 是 對 所以住在那裡 其實 建築工法不錯 也像老師講的 相對地盤比較穩定 也算蠻穩定的 因為剛剛老師分析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說到底住哪裡啊 這個比較安全 有的時候是這個斷層的問題 有是這個地盤的問題 可惹德哥 我一直聽到有個 這個都市傳說 什麼幾樓幾樓 什麼什麼幾樓 譬如說 譬如說他這邊寫的很奇怪 就旋之又旋 譬如說他原本說什麼 如果呢 你靠近陽明山新店 地表震動週期是零點三到零點五秒 以這個來算 他的這個三到五層樓的高 他會有共振發聲 又譬如說 你如果是在盆地 就是台北盆地 一點二到一點六秒 那這共振週期呢 是十二到十六層的大樓 最容易共振 到底是真的假的 沒錯 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關於剛剛 那麼鄭浩所講的那個幾秒 然後共振對不對 基本上完全不必相信他 我當然 我看了半天 因為 因為我告訴各位 那個是日本人也有研究 這講的東西 看電視看到現在 你剛剛講是肚子的講多東西 都是科學根據 但問題就在於說 就好像地震 我們採取瑞士規模地震七點二 所以美國跟日本跟我們不一樣 對不對 那問題是規模多大不重要 在你家的地方震度是多大比較重要 對啊 終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都是科學 都是科學都是ok的 那剛剛那個老師講到這個 有關於桃園台地對不對 對 我告訴各位 2018年的時候 花蓮發生地震了以後 那個土壤異化的狀況 當然我跟你講我非常認真地把台灣 尤其是六都為主的 那個土壤異化的區域 全部download下來 哎呦 台北大台北地區 總共有五分之一的地方 是嚴重的土壤異化 大概都是紅色的 那有些地方 我跟你講 那個房價非常之高 高到嚇死你 然後呢 那麼到了哪裡呢 新北市到了這個 三峽市下面是岩城 對 所以到後來到桃園是台地 所以反而它的地震比較少 至於說這個你要在哪一層 有共振對不對 那麼我告訴各位 地震來的時候有三種坡 什麼坡呢 第一種坡 P坡 我們常聽到的 P坡通常就是上下 所以地震 如果你有感覺到上下的話 距離你的位置 很近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S坡 橫的 所以會左右晃 像昨天早上是 大台北地區大部分 有些會感受到一點點的P坡 上下 但是後來就左右晃 另外一種是表面坡 表面坡的話是最後面的 那為什麼大家會講到 這個所謂的到底在中層搖晃 你要住幾層樓才好 有人說你不要住什麼 第七層樓 有人說你不要住第十五層樓 說會有共振對不對 然後盆地內 其實 告訴各位 其實大台北地區為什麼 為什麼你感覺好像搖得比較久 然後搖得比較大 怎麼知道有的地方距離這個 花蓮比較近的地方 怎麼好像沒那麼大對不對 因為大台北地區是一個盆地 什麼叫做盆地 它的中間是軟的 旁邊都是山 對 所以當地震來的時候 他撞到他去尋路 在那個地震下面這樣 你把想像中撞到 那個剛剛講的P坡 S坡 那你的共振症效應 你就會產生這樣一個效應 所以你搖得會比較久 但是從九二一大地震現在距離現在二十五年了嘛 九二一大地震後來蓋的房子 那麼他要求的防震係數是高一倍 各位現在台灣的公家機關裡面防震係數最高是什麼 就是中央在海應變中心 因為當當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消防署記者聯誼會的會長 對 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發生 我很早就衝去了 對 內政部消防署倒了四個字 對 那時候跟民間租嘛 那時候總統跟副總統要來 我跟他說 都不要少 現場都不要少 讓我們的總統跟我們的行政長看看 我們的救災指揮中心是什麼樣子 摔成亂七八糟有沒有 所以後來讓他們看 看完以後才催生了 現在在新店大平頂的救災中心 那那個救災中心 他最多他去參考的日本有兩個東西 叫治政跟免政 治政是什麼東西 你看建築物沒有一支歪歪有沒有 有一支這樣子 像微型的那種歪歪的 那叫治政 我們在台灣現在有些建築物也採了 他可以讓你搖晃的時候 減少他的地震 另外一種叫免政 另外一種日本的免政就是 讓直接用移動 在下面裝 裝這個免政器 阻尼器讓他移動就對了 那也可以在下面 或是在中間的流程都可以 我們101那麼高 為什麼中間那個好大的阻尼球有沒有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道理 我還沒發現我們台灣的工程品質真好 尤其是中正橋 雖然有在晃喔 你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真正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有在晃對不對 中正橋 那麼後來是經過了改建 那麼也是因為這個畫面 所以讓國際說 不是25年來最大的地震嗎 那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品質這麼好 那台灣的這個等於說 搖成這個樣而已 那麼這也是告訴大家說 因為經過921大地震的以後 台灣對很多公共的品質的要求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講到拍天 有很多投降檢查的 所以很多圍貫 台南圍貫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 那麼偷工減料的結果 那還有我要表揚一個人 在場一個人 昨天地震發生的時候 沒想到竟然是我們女名嘴王時期 做了一個標準的動作 是什麼 他把這個地震的 就這個急救包對不對 拎了就走 而且放在門口 我昨天聽到這就覺得誇張 你是拎急救包還名牌包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地震包 我告訴各位地震就急救包對不對 每次地震大家拿起來講 但是能夠真正它落實 放在什麼地方 你要放在你的大門口 是 因為你要衝 萬一要衝出去的時候 拎了就走 另外一個地方放在你的 那個等於說 那個長頭櫃的旁邊 為什麼 萬一倒塌下來 拎不出離 拎不出離 你要靠這些東西 有沒有 你要活三天 是 各位 最起碼的 我用很簡單的方式 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 這是錫伯包的 那麼地震的救災 它防水防風防寒 所以緊乾燈 打開以後 劈在身上 馬上就OK 那這些是其中一個而已 最簡單的 你要有一到兩公升的礦泉水 巧克力食物放半年 要一定每個半年要整理一次 還有這裡面 包括包括美工刀 哨子 哨子 我跟你說 地震受災的時候 通常後來受困裡面 死的都是大人 救下來的是嬰兒或是孩童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吵鬧到一個階段以後 他會睡去 對 就大人一直叫救命啊 救命啊 最後因為脫水 脫水以後呢 沒有水分以後 就後來就死掉了 所以包括美工刀 包括瑞士刀 包括手電筒 有人說 我有手機啊 各位你知道 你的網際網路的 這個機器台 一個小時 平均斷電 一個小時後就沒電了 對 訊號就中斷了 然後你的手機 沒有電的時候怎麼辦 對 所以呢 你的這個包括 你的手電筒 包括你的這個電池 包括你的電池 包括收音機 包括我這裡面連無線電都準備好了 對 還有包括你的急救包 包括甚至於還有十張一百塊的這個現金 跟零錢硬幣啊這些相關的東西 寧可你一輩子都用不到 但是不可以一日沒有 為什麼呢 我們再次表揚王時期 他竟然能夠撐到現在 還有這樣的東西 請各位像王時期 那麼學習 為什麼 你一輩子 寧可放在那個地方 浪費掉 但是你用一次 就救你一輩子了 是 非常謝謝瑞德哥分析 剛剛瑞德哥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多 台灣的公共工程優秀的地方 尤其是中正橋對不對 那個猛搖片 像外媒喔 是說台灣的公共工程品質 是真的好 可是環狀線什麼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強正後環狀線版新到中原段 軌道位移 如今從正面往下看的畫面 也曝光 鋼軌明顯錯位 扣件也脫落 民進黨政策會 舉行長王毅川在THRASH上 貼出了環狀線斷軌的招 他至少應該有七處以上 都有這樣的情形 為了施工 快速便宜 採取高價的設計 那這本來就是要承擔 我們也要求這個 這個新鎮的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也要出來看當時的設計 談話雙北捷運局都得好好說明 畢竟環狀線才通車四年就出事 有學者認為 一般橋樑耐震度 都能達到六級地震 捷運高架橋理應更高 但新北最大震度五級 捷運軌道就出現位移 關鍵恐怕出在時空 目前尚在恢復當中 因此並沒有列車通行 請大家切勿 遺而傳而 回到位移後 混有於二度市場環狀線 除了板橋到新北產業園區站 早已恢復通行 還有另外兩個階段逐步處理 從中和站到大平民站 能夠在4月8號 在上班時間能夠恢復 中原一段到百姓站 剛良的錯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請專家學者 不斷地檢測 不斷地檢測 沒有問題才會來開放 尚未全部投車前 市府提供接駁車輸運 不僅捷運軌道被震一個出大問題 連城陸民宅整排牆壁大片軍列 結構嚴重損壞 佔據旅館的民眾很心急 民眾聲聲催 強盛過後新北災情不少 說讓環狀縣工程受阻 如何安撫 受載戶民心 考驗侯友宜的危機處理 好想問老師 老師我其實對於我們台灣 尤其是公共工程的品質 我是很有信心的 我們的公共工程 其實在做很多事情 在世界上都是很領先的 而且是首屈一指 這陣地震雙北當然大 可能大概就是五級左右 我們照理來說 我們捷運應該要耐到六級至少 可是這時候竟然就遇到這個環狀縣的 鋼梁錯位 所以老師就你的感覺 或說就你瞭解 這個環狀縣到底是因為那邊地質 有特別特殊鬆軟嗎 還是在施工上 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就這個地質來看跟施工 我們分兩個層面 是 以環狀縣的這個叫做 我們剛剛有提到盆地 其實我們在地震裡面 有些叫做長子效應 就是某些很小的 就像我們就像土壤液化 對 它其實可能A洞倒 但是B洞沒事 這兩回事 是 所以這個可能也牽涉到這個所謂的 我們叫做長子效應 是 第一個 第二個 施工有沒有問題 我想這個可能要專業判斷 對 可是如果以這樣的設計來看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像過去日本 對 95年的這個板神大地震 他們叫兵庫南的地震 為什麼有一段高速公路 全部倒 對 OK 這個其實日本的工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工法 更細膩 是非常好 對 可是當時是考慮什麼 考慮就是說 我那個地方 因為是水泥 水泥 為什麼 比較沒有噪音 所以它的柱子去 上面是用水泥 不用崗谷 對 好 那這個崗谷本來就是 因為它每個崗谷 它的正幅不一樣 對 好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這個 底下的這個柱子 它往右邊移 可是呢 因為所謂的S波來的時候 對 當它要往左邊移的時候 上面它要往右邊移 它就會產生錯位 所以我想這個看起來是 可能會有點這個所謂的施工品質 我就這麼認為 但是我想這個還是要專家 但是我想整個軌道 如果只有這邊出狀況 可能比較屬於所謂的腸子效應 是 因為別的地方看起來沒有 對 所以可能就是剛好在搖的過程當中 正 我們講頻率 對 剛好不一樣 對 所以被錯位 是 但是很 我們講沒有斷掉 沒有斷掉 所以我想這個是差很多的 阿川 剛剛老師其實講過 這個環狀線 其實確實有可能是地質的問題 有可能是工程問題 地質老師是專家 工程是專家 你晚點來幫大家分析 可是你說現在有一個當務之急 就是說地震晚之後 很多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講 如何自我檢測自己的家裡 那昨天呢 這個來到我們現場 土布結構 祭司說 你在家裡 看到你的牆是個叉叉 或是個V 就要很小心 那如果是橫的或直的 可能稍微小心一點點 不用真的那麼擔心 可是你今天帶來更多的可能狀況 你說這些東西 大家都要第一時間來 好 大家看這個電視的時候 馬上抬頭看你家的梁跟你旁邊的柱子 如果已經被裝潢遮住了 那你就到一樓的大廳去看 那你如果你家沒有被全部遮住 你家的條件 或者是斜的 打叉叉 或者是斜的 都一樣 反正兩個斜的就變叉叉 這個你就要趕快請祭司公會來幫你 你說我去哪裡找祭司公會 很簡單 你就打給市政府 市政府都有 祭司公會 他們會來幫你做檢查 費用的 祭司公會會跟市政府請 不用你花錢 那只要出現叉叉 或者是斜斜的 這一種你就要小心了 這個就趕快請人家來做檢查 那你如果是只是這個牆壁掉下去 或者是有時候是比如說這道牆 這道牆 那這道牆有一些這個 像這種小裂的 沒有整個貫穿的 對 這個都還好 但最主要是斜的 跟打叉叉的 這個就可以自己做檢查 再講一遍 如果你家已經過度裝潢 全部被木板 被大理石全部蓋起來 你都看不到了 怎麼辦就到一樓 看你家的大樓 你家大樓 因為通常很多大樓的一樓 沒有過度裝潢 一樓的大廳還好 或者是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一定不會裝潢 水泥 然後這個RC的柱子 兩都很清楚 這個就看得出來了 那我再舉這一個 這個是花蓮的 花蓮的明里路的一棟大樓 這一棟也是接下來都沒辦法住了 因為他的條子整個都蓋起來了 這已經不是叉叉的問題了 這已經蓋起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要怎麼補呢 只能在旁邊加柱子 這支條子已經沒有下了 對 已經沒有下了 第二個這個在吉安 各位看 這照片 他們家全部都打叉叉 每一層都有叉叉 這就很直觀了 就是這就是 因為我們這看圖看破 這就是真的狀況 這個是現在在吉安的中山路 對 就是這棟大樓 每一層都叉叉 那這個你 你這個怎麼住呢 這個也很難住了 所以這個應該都被貼成紅丹了 對 被貼成紅丹了 那這個就是大家回家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外牆 如果出現這一個 你就要請社區的管委會 趕快找祭司公會來做處理 對 那第二個是 剛剛我們不是講那個軟腳的嗎 軟腳蝦嘛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的軟 他的這個柱子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 梁這樣子的話 地震來的時候 他會這樣搖 對 這樣水瓶這樣搖 對不對 可是搖搖搖到最後 他就倒下去 對 所以通常在這種 這種框架裡頭 又加一道簡力牆 所以我們家裡頭 各位買新房子 或買舊房子的時候 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敲那個牆 對 有些牆是清格間 空心的 清格間敲下去的聲音 跟磚牆跟RC牆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人我剛剛講過 他就先把它拆掉 不行 這一種跟簡力有關 這個當然是專有名詞 最主要就叫結構牆 主要那一道牆 不要隨便把它拆掉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簡力 簡力就像剪刀一樣 一左一鏽 這種叫簡力 交叉的力量 柱子有一個力量往這邊推 有一個地方往這邊推 就叫做簡力 就把它剪掉 對 那因為我們地震的力量 是這樣水平的嘛 就是這樣過去剪一刀 回來剪一刀 那中間就會斷掉 對 那所以如果這一道 所以家裡頭如果要做裝潢 做隔間 你要問那個設計師 設計師絕對會知道 這一道是不是簡力牆 然後我們買房子的那個土 如果牆不要亂敲 像李正浩 買房子 你一定有一張那個設計圖嘛 你有沒有在看 我才敲 敲了一座牆 你現在跟我講牆不要亂敲 沒有 你如果敲掉裡面有鋼筋的 那個就千萬不能敲 如果是輕隔間的 那是沒有關係 好 回去看一下 這個是給大家做參考 尤其是像李正浩買房 這個牆不要亂打 那設計師會提醒你 這個到底能不能打 好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這個 這是我們的環狀線對不對 你先在你的脆上面說 侯友宜請問這是新北市的環狀線 軌道嗎 如果不是趕快澄清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這個當然是這個環狀線 這幾天在做檢查 那檢查的工程人員拍出來的照片 這種照片有斷掉的 有偏調的 大概有七個地方 總共蔓延了三個站 那就從這個板新站 中原站到這個橋河站 對中河到方向就對了 對 從那個什麼中山路 然後從中正路 板南路 板南路 中正路 板新路 對 這三個路 通常有 各位看這個 整個鐵櫃凹回去 這個錯開了 對 然後這個這兩塊 這個本來跟這一塊是連在一起的 對 這個水泥塊本來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已經全部都錯開 然後這個是錯開非常嚴重 所以這一個就斷掉 這一段在現在是沒有在行駛的 新北市政府 這一段是沒有在行駛 第二個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整個的這個水泥塊 全部都破裂了 這個也不能行駛 至於這個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市的地震叫五弱 我們現在的分歧這個叫五弱 可是我們的地震這種捷運系統的設計 至少六 至少六以上到七 對 那為什麼這次五弱就斷掉 這個要問誰 侯友宜你不會知道 新北捷運局也不會知道 這個是臺北捷運局才會知道 所以現在臺北捷運局 也在找他們的設計 他們說有 我們有照這個設計 那施工呢 施工有沒有照這個施工 營造場 或者是在這一段特別發生了什麼樣的事 總是要解釋 是 那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圖就所謂的錯位 各位看喔 這裡是連續的 這裡是連續的 這裡就凸出來 對不對 第一時間新北捷運局 鄭奧你還記得嗎 他說他什麼 偏心設計 偏心設計 對不對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現 不是啊 不是偏心設計 各位看喔 我舉這兩個 這兩個點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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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鋼香糧是在柱子上面 對 這個點 這個點 他已經有一個已經偏離了喔 對 這個更明顯了 對 本來這支啊 這支量 這個是標準的啦 剛好點在點在這邊嘛 對 你這邊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很明顯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原來是怎樣 往這裡靠過來 應該是疊在 整個軌道都歪掉了 疊在這個墊子的上面嘛 這樣扣的嘛 他現在已經跑掉了吧 對 結果我們裝合張志倫 張志倫你認識吧 我認識 張志倫說 張志倫被我告 這有什麼問題嗎 這很簡單啊 用千金頂啊 撒回去 撒回去 推回去就好了 張志倫 哪裡有在賣這種千金頂 教一下 張志倫我沒告 張志倫真的跟他跟我講說 用千金頂頂一下就好 就頂回去就可以了 你以為在玩樂高啊 我想說你怎麼反應怎麼辦 這個人這都斷掉了 怎麼頂啊 我不敢相信 居然會有人講說這種話 不過現在就是這一段環狀線的狀況 就是從這個板橋站 往這個新北產業園區 這一段現在看起來沒有問題 然後從這個中河 到這個安坑應該到那一段 這一段是沒有問題 比較南邊跟比較北邊是沒有問題 但是從這個橋河 中原 北邊到板新站 這三個站大概五公里 裡頭的這個 這些斷裂的 這個情況是存在的 現在是沒有通車的 是 那希望新北趕快把這事情釐清 不過這個事情要把它弄好 要用這種千金頂推回去 可能要好幾個月 我跟各位講這種鋼糧可能 整組都要換掉了 對 而且不是只有這一根 這個前後的鋼糧都一起換掉 因為這鋼糧的上面 全部是粉泥土的結構 還有隔音牆 還有這個軌道 還有相關的這些機電的設備 通通在裡頭 這可能整組都要換掉 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非常謝謝這個阿川 我昨天在那邊講 天災不罵人 這我的原則 就是說不要這麼快就罵人 可是張志綸 我不罵人 不代表你可以亂講好不好 你會計師 又不是建築師 千金頂拱一拱 你把他拱回去 你也拜託 又不是你加熱膏 對不對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東西彎的 然後拿那個壓壓壓壓一下 把橋回去 不要亂講 這公共安全的問題好不好 再來我們請仁俊哥 來到我們這個電視橋 狀況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說這個花蓮 因為花蓮現在還是有人失蹤 花蓮還是有人失蹤 我們當然會希望幫大家來祈福 希望所有失蹤的最後都平安 你說國軍現在也加入了 國軍現在是卯足進的加入 而且救災三暴 全部往花蓮衝 其實我們現在國軍在戰時的時候 當然是要這個守衛國土 但是在平時的時候 事實上也跟這個各地的災防演練 其實早就融合在一起 救災四同作戰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萬安演習 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所謂的地區的指揮部 聯合縣市政府來作為一個統合的一個機構 對 那在這一次這個花蓮正在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國軍的這個工兵部隊 還有一些單位 事實上也都出動了 那為什麼要出動 因為很簡單 阿兵哥都來了 你看這些都是阿兵哥 那你看其實這些都是公兵單位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剛剛鄭浩講說 這個所謂的救災三寶 其實第一個就叫做所謂照明燈 你要確保照明燈的夜間工作 因為其實你看像這次花蓮 這個地震完了 這個一結束完了之後 經濟部長王美花 不是也有證實說 在花蓮有一些地方 因為那個潰線跳脫之後 導致停電 那你在救災的這個 尤其災難的這個過程上 這一棟倒塌的大樓 看起來它裡面不會有電的 因為你救難人員要去救難什麼 那個電一定都給你清掉 你知道嗎 那你漆黑當中怎麼辦 就是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這是公兵單位自己本身 你看那個燈的功率有多大 這麼晚 晚上這樣照下去 跟白天沒兩樣 其實他大概能照的範圍 大概會到一百公尺左右 超級遠 而且你看他其實是用輪車 就用吉普車後面外掛帶過去 那以這個 以這個燈具來講 他其實是用柴油在發電 這不是我駕過去 他是在車子上的 不是 我坐在的時候 我開到哪裡就可以弄到哪裡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活動的 類似像後面的小那個拖車帶著走 然後因為他用柴油發電的關係 而且你看他舉得非常非常高 那你一高的時候 他的範圍就變得很遠 是 那很遠其實你你看看 如果大樓裡面或什麼的 有人看就被 它如果從風氣裡面看到光 看到外面的光有透進去 如果今天在救難 被困的人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對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講說一個個人拿的手電筒 或者是在救難的時候 你總不可能每個人這個都揹著手電筒 除非到漆黑裡面去 對 那當然不同的環境裡面 會有不同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照明燈 第二個其實在這一次的現場裡面 也看到了這個車子 那這個車子 其實叫做衛星 衛星通訊車 這個是第二代 這我看到就覺得厲害 這個是第二代 你看得到的 其實是這一個球體 衛星頭 對 這個球體 基本上這個這個車幹嘛 你知道 他在抓衛星的位置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衛星 在天空中的不是有這個 他自己的這個軌道 但是他其實會一直在移動 因為地球也在轉動 對對對 那你今天如果 我沒有對到衛星 你記得在早期 我們在講說要通訊的時候 拿衛星電話 不是要還是一樣要拜天公 對不對 因為你要找衛星的位置 拿那個中半天 中半天 但是對於國軍的通訊來講 事實上他沒有辦法有這種所謂的空窗 所以後來那時候就開始決定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要研發一個衛星通訊車 但我要講一下這個衛星通訊車 其實非常非常的難得 為什麼你知道 就是我剛剛講的後面的這一顆球體 因為他會主動去抓在天空中 我們通訊衛星的位置 可是這個技術 在其他世界各國來講 是有輸出疑慮的 同區設備 對 你要拿到輸出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很難的 當時我們的這個官方 中科院就決定就是說 好 如果今天我要從國外拿到 這個所謂的輸出去 可能有很大難度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自己做 我們自己做 從吳道友完成第一代的衛星通訊車 花了六年的時間 所以這是搭載自主研發的 自動追星衛星天線 就是這一個天線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台 不要只覺得說 他看起來好像很酷 看起來很奇怪 你知道 其實沒有 因為他其實結合了非常多 這個廠商的一些的 這個所謂的研發的成果 是 因為這完全是國人自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以前看到通訊車的時候 是不是要開到一個定點完了之後 然後把那個支架吐起來 然後開始轉衛星 對不對 這一台做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我在行進間 我一樣可以動態調整我的天線 所以在打仗的時候 可以確保戰場通訊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他的 我們的模擬畫面 打仗的時候 可以確保戰場通訊 救災的時候 通訊也很重要 我要確保救災通訊是通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次俄物戰爭裡面 不是說星鏈的這個東西 保持那個 讓他的烏克蘭的通訊維持暢通 基本上我們國軍 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也透過跟中科院的合作 你就可以看到 他講說是維持通訊的洞中通 我在運動當中 我一樣能夠維持通訊的順暢 對 那我們剛剛講前後有個球體對不對 後面前面有一個是怎麼樣 給你猜這兩個是幹嘛的 這兩個 這兩個音響 不是 冷氣主機 因為外星通訊 你不是這一個 你不是學這一個 你怎麼會想到是音響 我跟你講他其實是冷氣 因為在裡面其實會發出非常高的一個高溫 所以這個車子 你看再加上用輪行的方式 那其實就是要讓他幹嘛 你知道我在作戰的過程當中 我一樣可以拿來作為通訊指揮車所使用 第三個我們講說 這個所謂的救災三寶 是畫面上的這一個 洗個澡 怎麼了嗎 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我個人就非常非常有參與感 因為這是在民國 大概是八十幾年的時候 由那個時候的聯勤總部所研發出來的 你不要小看這樣一個沐浴站 當時在設置的時候 不是為了要給人家洗澡用的 因為當時在佩附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剛剛講到說探照燈 這個照明燈什麼單位拿過去的 工兵單位 這一個 醫療站 不是 我告訴你 他不是醫療站拿去的 化學兵拿過去 我們最早在研發這一個所謂的沐浴站的時候 其實你看他這個是有化冰臉帶過去的 為什麼是化冰 你如果被化學污染 第一次要大量清水沖掉 正好果然是個聰明人 原先在研發這套設備的時候 是為了要做核生化防護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在戰場上面受到 這個所謂的化學物質的侵襲 那我一定要全身晉身 那我怎麼樣 我總不可能再去摸嘛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聯勤的時候 就研發了這一個 是為了一開始的時候 是要給核生化防護作為使用 我官兵進到這裡面 其實的時候 他自動的這個這個沐浴下來 然後把你這個有毒物質給沖走 後來其實就有一個過渡期 叫做我們希望能夠開發軍民通用性的產品 所以就想到說 那如果今天是這樣 我可以幫化學兵去除他身上這個有毒物質 那我可不可以變成民用版的 就成為在這一次 在救災的過程當中 所做的這個所謂的沐浴站 當然啦 你今天很多很多人 你在那個地方 不可能兩三 就你你進去救災一次出來 然後全身灰頭塗臉 那總是有需要一些的這樣一個幫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樣的東西 就是很經常出現在 我們很需要出現的地方 還有一個是在這一次裡面 你記得花蓮有一個飯店 講說他的員工 都是五十個人 多少人 然後通通都不見了 就失聯對不對 結果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傳來的好消息 說找到了 他們在一個民隧道的這個地方 等待球員 等一下 我們是講最近現代戰爭要有無人機 救災無人機也派上用場了 事實上無人機 現在對我們很多的這個 這個場合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尤其以民隧道來講 他如果前後的路都斷了 你總不可能從山頂上 矛鉤繩 矛鉤繩上 矛鉤繩下 用爬的嘛 所以這時候其實就用無人機來帶 而且這一次無人機 真的立了大功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講說他們有兩三個人 是徒步的走到飯店裡面 去報平安嗎 但是後來把定位的位置找出來之後 用無人機來拍攝 當他們 我講實話 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 確定他們安全 可是對於受困的人來講 當他看到無人機的時候 他一定也會知道 就是說這個影像會及時回傳回來 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接下來就有被救出來的可能性 他們當時共同比了一個動作 就是有一個人受傷 然後他們都在比那個腳 好像有一個人的腳被壓到了 那因為無人機不會講話 他只能跟無人機一直比 然後每個人比的動作都一樣 都比腳 就是那裡有一個人的腳受傷 那就會讓我們的救援隊 進場之前 他就已經搞清楚 裡面是什麼狀況 對對對對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請仁俊哥回到這個這個座位上 因為狀況是這樣 每一次的災害都代表一個國家的韌性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不管是民間救難隊 不管是軍方的救難隊 全部都進場 全部都進場 可是問題是現在要問什麼 臺灣的臺積電真的厲害 宽哥你先等一下 臺灣的臺積電真的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地震的第一時間 全世界的外媒 彭博社 CNBC 華爾街日報 CNN 全世界都擔心一件事 臺積電會不會完蛋 這個完蛋不是說真的就職垮 就是說他會不會停貨停很久 甚至第一時間 美光跟韓國的三星 暫停D-RAN報價 我不報了 因為D-RAN是一天一個價 我不報了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是臺積電真的厲害 深夜急發聲明 他花了十個小時 告訴大家 我們產能恢復七成 發完聲明之後 在美國的AD 由黑翻紅 繼續往上漲 這真的是厲害 台積電 為了要讓他們面臨到災害 尤其是地震災害 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來幫大家揭秘 歡迎回來 新臺派上線 新臺派都不准下線 寬哥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真的嚇死 因為這是所有第一時間外媒 彭博 CNBC CNN等 都在擔心什麼 臺積電會不會出事 對不對 結果臺積電真的厲害 十個小時 地震發生後十小時 晶圓廠設備的復原力超過百分之七十 目前全世界的電子市場是七千億的一個市場 這七千億市場當中 所有的都需要晶片 而台積電現在的晶片有多重要 高階晶片超過九成台積電 現在全世界的晶片台積電代工百分之六十一 然後目前高階晶片百分之九十 剛證號說了 AI晶片獨佔百分之百 所以在地震的第一個時間 所有的外媒都非常的擔心 所以Bloomberg直接說台積電地震之後工廠會連夜的來恢復生產 但上次大家有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當台突然砰的一下 超通普整個往上籠的時候 我們突然間發現電力沒了 電力沒了那一波 美國二話不說先跌八天 先跌八天 先跌八天 你知道先跌八天 那時候全世界的電子廠的供應商 第一件事情是幹嘛 你知道嗎 訂機票 要來台灣看 我不來看 我沒有辦法安心 難怪華爾街日報 第一時間的標 就是台灣大地震 考驗世界晶片製造中心的準備情況 但問題是在於台積電 就是這麼的一個強大 而且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整整準備了三十年 我來跟各位說 準備了三十年 先說這個事情 真的是準備了三十年 所以我們先來看 大地震清楚的提醒晶片供應商 體重在整個台灣的一個風險 還想看唱衰我們 但台積電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說台積電 就是這麼的一個神奇 為什麼 整個台積電突然間在晚上 急發聲明 為什麼 那個時間是美國開盤時間的 大概在一點鐘左右 我們台灣已經休息了 進入清明年假了 我昨天看到在休息 想說台積電那麼晚發聲明 一隔一美國ATR還在交易 他是要看美股 沒有錯 他是美國ATR還在交易 所以他在晚上 我們時間一點鐘的時候 他就說了 深夜急發聲明 我目前的設備恢復超過七成 在美國的ATR直接由黑翻紅 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台積電是有他的一個任性 還收掌1.27 沒有錯 晶圓的設備 目前已經恢復70% 而且他跟你說什麼 他說我們所有的重要的機台 一點傷都沒有 所以剛剛正好跟各位說 ATR撲的一下又往上走 但就在這個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人家回答也出來說 NVIDIA挺台積電 因為輝達現在可不得了啦 輝達在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五年 會成為台積電第二大的一個客戶 下單的金額會非常的可怕 然後輝達他就發聲明 他就說臺灣二十五年來最強的一個地震 不會造成供應鏈中斷 直接胸部一拍就說我相信台積電 我NVIDIA都不怕了 你們其他小渣渣在怕什麼 但吉他很怕啊 我說七點二的地震 記憶體踏漲 美光暫停D-RAM的一個報價 寒長也都跟進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現在新型的就是CPU GPU 中間就夾的HBM的一個所謂的D-RAM 現在是集合在一起供貨的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們剛剛開頭跟各位說了 他已經準備了三十年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整整準備了三十年 我們來看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以來 各位那時候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都還歷歷在目 臺灣側東普胖的一下 所有的中部供應鏈全部都斷了 斷了之後我們臺灣很神奇 我們臺灣就是南電北宋 北電南宋 我們所有的發電廠都在南北兩關 中間都沒有 竹科在哪 竹科在新竹 竹科在台中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電 沒有電那時候台積電曾經 把整個中油所有的備用 八電機殼用的油全買光 是 買光那時候 你說九二一那時候台積電要發電 我就自己發電 對 我自己就用柴油發電 而且那時候還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銀行沒辦法開 沒有電嘛 他說怎麼 那時候會準備不夠錢 那個時候還去找到經濟部的次長 因為中油誰管的 經濟部管的 油商說現金來我才給你 沒有錯 他們直接找經濟部說 不用怕我們台積電有了是錢 有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知道台積電後來 冰牆馬撞到什麼地步 去年臺灣政府 臺灣的政府現金九千億 台積電說 我的現金是一兆零五百億 臺積電的現金比政府還多 各位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臺灣的整個工廠 開始往前進步了 臺灣的很多的工廠 你不要看他說 一間工廠而已 我先跟各位說 臺灣的工廠就跟法拉利 藍寶堅尼的設計一模一樣 他是有硬力的 你是說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 民國八十九年後台積電二話不說說 你不要跟我講法規 對 我直接說 耐震係數要超出法規的百分之五十來 跟我處理 簡單的跟各位說 他的整個工廠的一個設計 他們說現在臺灣科技廠 面板廠 記憶體廠的設計都一樣 他是在一個套筒裡面 我先做了一個所謂的防護裝出來之後 我把旁邊的阻泥 硬力牆全部做起來 上面再做一塊新的一個所謂的工廠 所以三四級的地震以下 隨便你搖 沒有就隨便你搖 我剛剛跟各位說那個原理你要知道 那個原理就跟超級跑車一樣 他有硬力 我有一個力道推過來的時候 我另外這邊就會幫你頂回去 所以我一直保持在水平跟垂直的狀態之下 三四級隨便搖我都沒影響 對 他都隨之搖沒關係 但是超過四級的時候 他會產生自動斷電系統 就跟我們的捷運跟高鐵一樣 可是自動斷電完之後 先跟各位說 因為以晶圓代工來說 他有兩千多道的一個工序 一停工 這一道工序 從最開始的第一道到最後那道 正好不能用了 這邊就全部不能用 它會破片 不是破片的問題 後面有些可以恢復 但是我要保證對客戶 我今天我對你的客戶我的承諾 我中間這段我就不用了 所以他們的任何一個電腦 任何一個序號 各位這個叫管理 這個叫管理 所以超越法規的要求的地震的防護機制 就是這麼的一個強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台積電很多的一個應變措施 是比別人要厲害的 台積電這二十幾年來做的努力 真的難以想像 從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之後 民國八十九年 就說我要超出法規的一點五倍 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所有廠房要用新的阻尼器 降低地震反應十到二十趴 一百零一年之後 把所有機台全部固定住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見所謂的隔震平臺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就是剛剛寬哥講的 部署什麼地震預警停機系統 遠遠的地震我確定我扛不住 我就先停 我只要停 我就不會有多餘的浪費 一百零五年天花板 不要掉東西來 連一百零五年之後都持續精進 包含請工程專家來去做研討會 包含把主結構 甚至附屬結構的耐震係數 再度超越現行法規的一百五十倍 甚至整個廠都重新發包 全部弄 甚至每個機台有紫滑片 天花板系統有斜稱 甚至各式貨架固定在樓板上 等於是從最大廠房到最細膩的一根貨架 台積電都把你固住了 才可以創造十個小時 恢復百分之七十的產量 可是問題是我想問石器姐 剛剛我們一路上都在講什麼 一個災害就是看到一個國家任性 一個國家有任性就叫團結一致 對不對 這最簡單的 軍民團結一致 我們面對災害就有任性 對不對 台灣面臨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各國世界各國都來跟我們 說這個辛苦了 怎樣怎樣 可是有趣的事情 真的分裂的 老共分裂我們 我就不多談了 這是一定的 才說什麼什麼 關心台灣馬上共機就來 可是說真的分裂我們是什麼 我們自己內部還在分裂 對不對 有趣的事情是 傅崑奇 第一時間在他臉上頗文說誰 謝謝蔣萬安跟台中的盧市長 抱歉中央什麼的 沒有要寫 抱歉那些高雄 其他民進黨執政縣市的 搜救隊下去沒有要寫 傅崑奇這樣就算了 國民黨更誇張 國民黨說 收救隊出發 齊心協力 全力協助 花蓮救災 寫的縣市 台北 桃園 基隆 宜蘭 台東 彰化 還有新北 台中 新竹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加一四 特殊隊都去了 你比較拜託一下 高雄 台南是從南部先上去的 對 都假裝沒有看到 有必要在這時候搞分話嗎 就是說其實臺灣發生震災 其實全臺灣都感同身受 因為地震總是來得猝不及防 所以只要哪邊出事 全臺灣就是大家 拚了命的 第一時間趕快去搶救 所以在花蓮發生這種 發生這個這麼嚴重的災害之後 我記得第一個組團去的是高雄 因為他從南部落是最快 因為北邊抒發的路是斷的 所以後來就只能通南迴 然後所以呢 臺南 高雄跟屏東 立刻出發去救人 對於這些搶救的 這些消防隊員來說 這些救難隊員來說 他們也是拚了老命 巴不得第一時間 還有在分藍綠嗎 對 重點就是沒有人分藍綠 但國民黨就在跟你分藍綠 譬如說傅崑崎 傅崑崎是花蓮的在地 老縣長 然後現在又是他的夫人在當縣長 所以他一定也心急 然後他要衝回去 他衝不回去 他就想要做空軍一號 那可是空軍一號沒有要 就是第一時間沒有要開 是要做 空軍一號是總統的嗎 對 他本來想要搭總統的便機 可是這種時候其實最激動的 仍然是內政部的救難直升機 所以林宥昌內政部長 他就坐那個直升機去 我趕快就問了說 你要不要一起 一起嗎 要不然你這個鐵路也不通 然後你這個公路也不通 當然是坐飛機去 好 所以這個內政部就帶著傅崑崎 趕快衝到花蓮去 那這件事情本來就沒有在分說 你國民黨的吼 我內政部的我才不要給你做 沒有人這樣嘛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傅崑崎 其實也不是要求你說 你一定要來跟我說謝謝 你不說 對啦 也沒有人 也沒有要你這樣子說 只是說你都已經道謝了 可是你卻刻意排除了一些人 而且這 排除了這些人 看起來就是因為政治而被排除 傅崑崎的文字很有趣 他有謝謝蔣灣對不對 對 還謝謝盧小燕 臺北市長蔣灣跟台中山盧先生 關心嘛 對不對 謝謝嘛 對不對 傅崑崎像兩位市長 表達謝意以外 他照理說也同時謝謝林宥昌部長 應該這樣子嗎 但是並沒有 他沒有 他就說 但是我已經請林宥昌部長 幫我弄個直升機過去 就是 我對林宥昌是上對下 我請內政部來幫忙 對 對不對 然後謝謝蔣灣灣跟盧秀燕 我指揮叫內政部 趕快 讓我坐這個飛機過去 不是啊 你謝謝盧秀燕 盧秀燕不是去新加坡的嗎 你是在謝什麼意思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盧秀燕飛機都還沒到新加坡 還沒到下 根本沒辦法下指示 不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你傅崑崎 你要謝謝人 你就一併都謝 因為大家都出力 大家都幫忙 你幫這一塊 我幫那塊 然後救難隊幫幫補上哪一塊 大家都在幫嘛 然後你要謝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刻意排除一些人呢 那國民黨 傅崑其實先PO 他已經排除掉民進黨的 國民黨跟上繼續排除民進黨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把自己國民黨所有執政縣市列了一遍 可是明明第一個出發的是我們高雄 第一個捐出一個月所得 是我們高雄市長陳其邁 我覺得陳其邁市長昨天說要捐一日所得 一月所得 是要偷臭國民黨吧 不是啊 要不然你就不要謝 人家新北市長 來分說哪一些我想謝 哪一些我偏不要謝 這件事情不是就讓自己失分了嗎 就你原本要謝的這個動作 完全無法讓大家覺得 好啦 我們給維園回應一下好不好 畢竟還是有領通告費 其實我是可以不回應的 好 沒關係 既然要領通告費 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嗎 我們來看看傅崑 把我們李宥昌放在C位 然後是他 等一下 你說他的戲也 人家就在不言中 那整部下方署空中的直升機去 就在直升機去的 好啦 有點 搭便機啊 有點圖文不符 我差點要給過 因為他確實把他擺C位 對 給過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圖文不符 他標題寫蔣萬跟盧修 那我看奇怪怎麼都是林佑昌的照片 是有點奇怪 好啦 我們給維園 給維園這個回應一下啦好不好 畢竟還是有領通告費啦 其實我是可以不回應的 好 沒關係 既然要領通告費 我們 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嗎 我們來看看傅崑崎 把我們李宥昌放在C位 然後放在C位 等一下 你說他的戲 當然將在不言中 那整部下方署空中的直升機去 就在直升機去的 好啦 有點圖文不符 我差點要給過 因為他確實把他擺C位 所以他就圖文不符 他標題寫蔣萬跟盧修 那我看奇怪怎麼都是林佑昌的照片 是有點奇怪 但我老實講傅崑崎 他好像按到順序來幹嘛 但是特別先提蔣萬盧修 那我就問嘛 那請問侯友宜跟張聖誠跑去哪裡了嗎 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調拨離間了 傅崑崎對國民黨也是這樣子 你說傅崑崎也大小一點 他就有侯友宜趴C位 侯友宜趴C位 未來的民視之星是講 那個我先謝這兩個 沒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 不知道是還有看見嗎 後來馬上就把這個 李宥昌到現場直播 以及賴清德現在還是副總統 到現場也是直播 其實他應該是按照順序 我們不要太苛責傅崑崎 那回到國民黨這問題 單看這個圖我也覺得不太妥 就是說你謝為什麼 明明台南市高雄市都有區 為什麼不謝 當然國民黨 他是從國民黨自己的粉絲專業 包含後來朱立倫主席 他其實有PO一篇 他其實文藝很明確 就是說國民黨執政這幾個縣市 然後當然他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可以請求或拜託這些縣市首長 趕緊的派收就對下去 他他比較有這個可以溝通的方式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文裡面 就是只提了國民黨的執政縣市 但是的確一開始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好奇怪 那其他縣市也有搜救 這是我不是都要講同島移民嗎 對我講一下 他說啟動對不對 對 這些沒有去啊 他們沒有去你知道嗎 像宜蘭的怎麼去 宜蘭就繞台灣一圈去嗎 沒有 就是他們沒有去 你可以說我們都準備好 但不用特別去列這些縣市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嘛 對啦 昨天連那個東華大學 那個化學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最後是誰去救的 高雄市的化學消防車 對 化學消防車 然後半夜開到那個東華大學 對 那個才是真的有去 這裡頭一堆沒有去的 你把它列出來做什麼 根本就沒有意義 這個完全就是 可能是考量啦 藍綠 然後在